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好,今天是星期二,2月18日的《立民集的香港政府》 還有左醫師和Steven Hing,首先謝謝Steven Hing 你幫我籌了一些物資 不要說這些,說其他人 但也要說,因為Christy很投行,要我幫她說一些 那你說那些,不關我的事 總之我有些口罩,回來了 昨天已經出了預告,我只是預留了40個 40盒給MIHK的訂閱會員以150元去買東西 老老實實,這個規定就是我會回顧一些支持了MIHK這麼久的老友機 幫她們每人有一盒的口罩來做 這個成本價是150元,因為我們那些是全部坐飛機回來的 其實飛機票錢我都虧了 這40個就有有緣人了 看看你們哪些需要訂了我們的節目 現在也需要口罩的 那你就找Christy留名 那就約個時間上來去拿這些口罩 另外還有一些會回來的 那些呢,我們在昨天已經送了2000個口罩給史提 史提就會在荃灣那裏做他的派發 當然,如果你是荃灣陽屋道區的居民 那你又需要口罩,你不能找我了 你找史提 My boy is off my court 那個波子已經寫回到他那裏說他要搞 那接下來有一批的,我會陸續有人打電話來 又不肯定訂閱我們的節目 又不肯定訂閱我們的節目 就只是叫我拿口罩 那好吧,我基於人道的立場 那我就會寫過你們 本身是否真的有長期病患 或者真的行動不變 又或者是真的買不到東西 那我會約Christy再聯絡你們 會上來分發這些口罩給你們 那這個我就未想到 應該我會送給大家 或者我放下一個心意箱 你們覺得要付多少錢 你們就放回去 那這個也合理吧 那你喜歡付380元一盒 我當然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當然歡迎 歡迎 那你不想付的話 我也沒有問題 那你是有需要 阿佐伊斯,你覺得這樣會被人罵嗎 不會,應該的 應該的 我把心意箱放在這裡 對 你們喜歡拿就拿 你們喜歡把錢放回去 覺得那裡值多少錢 就自己放回去 那些都是有限的 大概是40盒左右 就是30-40盒左右 我會叫 然後隨時在外面被警察打 沒錯 我以為 你這個乞衣又不戴口罩 我以為你戴口罩去召妓 阻止自己戴車輪 那就不會 召妓這些事一定不是我做 只是金毛飛 OK 我想我交代得清楚 總之 你們照問Christy拿 那就留名 留姓姓 OK Christy會通知大家 會有一個時間 會上來留給大家 總之 派完就沒有了 預料給大家 每人之限拿一盒 說真的 你不要想娶我 也不要吵我老母 也不要發瘋 因為這個問題 不是我發出來的 你要發瘋 麻煩你去禮賓府 你去發瘋 你吵架林鄭月娥 吵架張建宗 不要關我的事 因為這些其實很難多 你們要把我閉嘴頭 哎呀 為甚麼我圓不想給你 正仆賣不加 死全家 但這個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是負責做口罩的 基於人道立場 這些東西回來給大家 之後知道大家截圖得很厲害 主要是這件事 我們也不想是為了賺錢 也不會早上五點鐘 派手叫大家來拿 OK 這個我能力做得到的事情 就是盡量幫大家 今天Christy也跟我投訴 我們不想得意 如果是一組說 沒有人派 然後自己私底下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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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事 其實我之前也有跟阿岳談過 這個是很classic的經濟學問題 當然我是細胞學家 不是經濟學家 如果有事情排隊 搶走 之類之類 一定會發生的 沒有辦法的 我希望交代清楚 總之我們現在有40盒 就是給MIHK Reserve 你哪一個A我都不會給別人 我自己的主持人 都不會給別人 除非他是我訂閱了我們的節目的人 主持訂閱你的節目 主持訂閱你的節目 都要每次可以買 那你訂閱了我的節目 我們要150元賣給大家 我還有30盒 接下來 這30盒 亦都是看你們長期病患 或者家裡有些老人家 真的不方便 你要證明到的 那你上來 約個時間 我會通知大家 Christy會通知大家 你上來就心意 總之自己 自己拿著意 那我想是最公平的做法 會不會被雷劈的 都會的 不過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對啦 被雷劈 是豎然的 被雷劈就一定了 這些事情 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是別的因素 你去一個很寬 很寬 很平原 上面沒有樹的 你很簡單啦 最高端就是你 那你就會被雷劈 你很簡單啦 你不是說我什麼 我問問你 今年情人節 你有沒有買花 送給嫂子 和嫂子去撐桌腳 有 有啊 我買了一個雲石蛋糕 送給她 那算你了 那可以嗎 花她說 她們買我就打賊你 那可能遲些才會被雷劈 沒那麼快 我們已經送了2000個給史提 那變成真的 我對著天氣良心 於心無愧 那我就直接入正題 我想澄清一點事先 因為上個星期 金毛在這裡 你知道 金毛在這裡是錯的 我們不跟人說話 不會亂說 我們不跟人說話 不會亂說 那在YouTube 有個觀眾 Amy Lam 她留言 她說 上次我們播的那段影片 有些大媽在地方跳舞 那個不是火神山醫院 那個 其實是一個方艙醫院 都是在武漢 就是一個所謂的大型運動場 改建的 現在都是所謂的 但是她也是支持黨 支持成城 所以她跳舞 不是她支持黨 支持成城 其實純粹是 我懷疑黨拍出來的 其實現在看到大部分 除非是私人流出來的 黨流出來的 基本上是宣傳片 我們今天也有少許時間 我預留了出來 說說中國裡面的形勢 好 很值得說 那些東西 我留了一個台舞 還沒說 Koey 麻煩你給我出 酒精的照片 我現在是一公升酒精 多了 你應該不只一公升 你家裡有很多酒 很多酒精 那些不夠濃 不夠濃 那些二十幾三十 或者最多四十 沒有Walker 沒有Walker 現在這一公升酒精 我拿了大概二三百ml 留給小花 不是一公升 是一加卵 一加卵 一加卵就是4L 我拿了三四百ml 給小花 用來噴咪頭 清潔等等 剩下的那些 我就歡迎大家 又是MHK訂閱觀眾 那沒辦法 當然有真所有必 幫自己人 夠不夠多人 訂閱觀眾 你就拿個二號 或者五號的膠瓶 那些只可以給酒精 冷不冷的 二號和五號 記住 或者是玻璃瓶 那你就拿上來 找我們 隨時叫我們 都可以 或者打電話給Kristy 知道公司有的人 那你就可以上來 我們就會給你一百毫升 派出為止 這個也不會出廣告 即是紙級有緣人 對 總之這個帖子看完之後 那你自己拿著主意 你自己找瓶 二號和五號 因為我不能告訴大家 OK 說回我自己的經驗 我上次就入了一大堆的酒精 一大堆的搓手液 所謂一大堆都不是很多 可能一千枝搓手液 小小的 有一些消毒火酒 最後我出了一個帖子 在某一個項目 不說哪裏 我出了一個小時後 你看到的 那你有緣了 那你就可以上來 一個小時後就刪除了 那你不如下一次 你照顧你出個帖子 你在時空酒店 現在我脹緊洗衣服 扯一樓 對 有緣的 有緣的 你上來幾號房 3 3什麼6 2046號房 你找到我了 有緣的 上來MHK 當然是辦公時間 我們會免費給你100ml 你回去頂住 最多是虧車費 很多時間 人們都會有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 你怎麼這麼麻煩 有時候又要這麼多東西 大哥 吃飯你也很麻煩 呼吸你也很麻煩 阿士 你現在也很麻煩 要嗶嗶嗶嗶子 那就是這樣 世界上的事情 沒有人願意問多事 非常時期 做非常事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現在坐升降機 沒有人按升降機關門 我用過打呼機的 你也是有意的 而今天我坐升降機 我遇到一個很有趣的奇景 第一 不肯走進去 大家不敢人迫人 那我當然要吵 我吵 用英文 就馬上去 真的很厲害 然後 在升降機裡面 九個人 每個人都很緊張 點閱 站在那裡 做甚麼 我又不停在找關門 那個混蛋就說 我遮住了 我後面沒有 然後在你後面 他又不停按 我按 那自己也會關門 不是呀 關不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對呀 無論如何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整件事已經超過了 我經常都說 第一件事最重要 就是要分先後次序 很重要 現在特區高官 那些人都失去理性 每次都搶 M-Gun又搶 Condom又搶 喂 你有多可用到Condom 來吧 不要玩了 M-Gun就更不用說了 一個月 難道會來三次嗎 對不對 好 你現在按鍵 首先 我們經常強調 左醫師 雖然我不是正式行醫 但是我也是 賈賈地 也是叫做診療所 對不對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離開大陸人 內地的人 避開他們 我上次也有一次說過 你那層樓 分分鐘也有大陸人居住 現在很少人沒有家 沒有大陸人居住 但是你按一按按鈕 不是去到這麼誇張 不是你按完按鈕 舔在嘴裡 別人就說了 菌在手上是不會有事的 你是那些菌 將它抹在眼裡 抹在嘴裡 抹在鼻子 這樣才會糟糕 你按了 你回家洗手 那我就經常說洗手 為什麼要洗手呢 為什麼現在你搶那些 搶那些消毒酒精 噴不斷到處噴 現在我看到有人上了車 又要噴一次 下了車又要噴一次 那種恐懼是完全是 其實我說了一點 但我怕得罪 說吧 其實大家搶那些 放在心口那些 其實我真的說真的 我想大家很簡單 這件事 我不批評行不行 你看看袁國勇有沒有 還揮過佛牌 還揮過佛牌 有沒有佛牌 你掮過佛牌 但可能更有用 還有最重要的問題 我經常都深信 很多眼科醫生 也叫你用Laser弄眼 但我去看Mapointment 跟他討論他的時候 他沒有弄 沒錯 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不是有趣的 這就是最實際的問題 就是說 大家不肯用腦 我是整容醫生 我當然是叫你弄大個胸 我只是叫你弄大個東西 但醫生 你又不弄大一點 他就說我夠大了 他就是這樣跟你說 那你就明白 好了 然後再慢慢擔心後來的事 不用太緊張 好像你說的 現在人們進行電梯 就是了 不要說進行電梯 就算是在街上的商場 或者都是 好像害怕到 好像碰一碰會馬上乱鑊 沒有錯 不用太擔心 所以今天新加坡的這個部長 有個男人姓陳 就笑咬我們香港人低能 他私底下的 這個私底下 他不是公開的 8號照片 被人漏了出來 他私下的WhatsApp 好像是私下的 他就野餘香港低能 他不是野餘香港政府低能 香港人低能 香港人低能 他野餘為何以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有榮論 我新加坡可以當你是假想敵 貿工部長陳振興 你老母當你是假想敵 你那些傢伙這麼傢伙 又弱智 怎樣跟你那些傢伙鬥 還未打你那些傢伙 已經失敗了 笑咬你那些傢伙搶廁子 其實我們是不是要邀請他 參加這個節目 不用了 因為你只問他 陳振興部長 你新加坡據聞都一樣 不能好得好多 但有沒有搶廁子 有 絕對有 一人有 其實一人有 那當然你說 他的程度和時間 是否像我們那樣 當然不是 這個我同意 但你新加坡也是五十步四百步 還有 你今天老實實 新加坡你排第幾 你現在排第二 香港排第三 confirm cases 即是計這個 我反而在這裡 我覺得很有趣 他是不是第二 而分之中他是第一 也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就沒有可能 中國一定是第一 不是不是本第一 我們不計中國 我們不計中國 因為中國當然是第一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和中國 都是那些朋友 但是問題 如果他們的確診人數 是很多 第一 會不會得罪中國 就是害怕 跟中國很多的貿易 還有旅遊的問題 都會衍生出來的 Bang 或者是禁止 等等 還有第二 就是他們 也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他們的資訊 那方面的東西 其實都未必是 那麼流通 還有他為什麼 會不說這麼多這些 疫情的消息呢 其實他也知道 香港在罵他 他們罵他 他們罵他 他就會食咎著 外商會喜歡多些 來這裡 同時之間 如果他做了一個 Panic Stay 新加坡有那麼多麻煩 也會影響他的經濟 會沉得很厲害 我個人的陰謀論 你可以兩位罵他 我也可以 各方面的 沒有所謂的 你要不要罵他 Steven 沒有啊 我覺得新加坡 雖然言論自由比較差 不過呢 就不至於 你去到獨裁的層 大家都可以上網 大家都可以 發表到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 是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 文明的獨裁社會 比較文明的獨裁社會 裡面 真的掩蓋不住 半獨裁 也掩蓋不住 剛才我跟小花聊天 他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如果我知道自己 可能領了一夜 我也不會申報 因為他怕被人拘捕 那些這樣的 就是隔離 集中營 所以 剛才你說的 確診的個案 就算是更加多 原因未必是政府 可能自己的市民 的機會更大 即是他們不想 被人去隔離認 很合理的 OK 我呢 兩位的言論 我都有點不同意 OK 但我同意 Steven 傾向於大一點 我也講講講 我的看法 今天剛剛有一位 新加坡朋友 亦出了個帖子 在臉書上 他又說什麼呢 他說 因為我今早又出了個帖子 我今早就 講少少東西 私底下 在電郵發給朋友 圍內的朋友 我說 現在今天呢 為什麼呢 早一陣子 你也記得了 因為那隻鑽石郵輪 鑽石公主號 日本就飆升 四百多個個案 只鑽石郵輪也有四百五十四個案 我今天看到最新消息 加上日本本身有六十幾個案 那就變成五百多個 這次大領落 好了 過去這幾天 世衛將它分開了 即是說 所有在鑽石郵輪的個案 現在撥開了 撥開了 我講一講數字 我們現在做節目這一刻 鑽石郵輪是四百五十個個個案 是在確認的 OK 新加坡七十七 日本六十六 香港六十一 到第四 即是泰國 就已經三十五了 即是差不多是香港的一半 即是遠遠墮後的 如果你看這個數字 其實是很清晰的 為什麼清晰呢 我留意了 好有留意 過去這幾個星期 其實呢 現在你看頭的五位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 新加坡、日本、香港、泰國、南韓 中國人最重要的是 其實你這幾個 主要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農曆新年 主要是農曆新年 我這位新加坡朋友 他就說 因為我今早早出的電郵就說 現在這樣好了 有好消息了 日本 即是現在日本變了排第二 即是除了中國 新加坡第一 我說新加坡要小心 因為新加坡是嚴重的 為什麼我說新加坡是嚴重的 因為新加坡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在這個農曆新年裡面 幾個國家 新加坡、日本和泰國 是最多大陸遊客的 香港和台灣很幸運 現在你看看台灣的數字 是遠遠的 初初是高的 初初爆的時候是高的 現在 加上 沒錯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 新加坡、日本和泰國 為什麼要擔心呢 如果你說 醫療衛生做得 仔細 我覺得 如果三位 新加坡、香港和日本 這樣說 香港 現在肯定是留 最後的了 那誰第一 你說 新加坡比日本好 我不敢說 可能叮噹馬頭 OK 我的看法就是 不需要太擔心 要小心 不需要太擔心 我的新加坡朋友 他就說 可能我們的數字高 只不過是 我們做事很仔細 即是可以檢查到 是的 即是他暗示之後 你們 日本或者香港 你們的數字低於我們 你不敢說 劉吉壽 可能因為你們 第一 好像你說的 可能是你很狡猾 你的混蛋好像小哈那些 也不出來 又或者 你們衛生人員 好像現在特區政府那些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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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是真 還是真 還是真 所以你的案子低 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 為何你高是絕對正常的 日本 新加坡是高的 為何這兩個國家會高呢 因為最多遊客 其實就是這兩個國家 而為何日本會比新加坡好呢 因為日本人 我可以說是全世界 就算不是全世界 亞洲來說 一定是平時最安靜的 即是那個衛生 個人衛生 是GENIC那方面 好了 體質又最好 他們做運動 又做體育運動 另外一個問題是甚麼 他是沒有大陸的移民的 基本上少 不是沒有 近年新加坡多了很多 劣質的這些大陸移民 這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你想想 在農曆新年這一段時間 多少人回大陸 回到新加坡 現在還在 現在我相信 時間就可以做證明 我們看這個時間感浪 接下來一個星期 我上前幾天 因為我記得 星期四十四日 情人節那天 我已經說了 香港和新加坡是平頭的 五十個 接著我已經預言 星加坡會拋離香港 現在事實上證明是 現在暫時超越了 OK 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相信 星加坡都會超越 越拋越遠 很難說 因為現在問題是 日本多了幾百個個案 裡面有些是日本人 即是你長遠地計算 現在日本最不合適 就是因為他的鑽石郵輪 最不合適是他 其次來到香港也會很糟 因為現在幾百人 至少有四分之一人感染 又回到香港 一回到香港便會計算是香港的個案 香港可能又會過百 星加坡在這樣的情況 可能跑到第三位 但就算這樣也好 我相信星加坡現在仍然有一些 在這裏未發出來 或者未發出來的個案 明白 但我想回應左醫師說的一件事 就是驗不驗到那件事 其實我有想過一件事 為何印尼和中國的關係都很高 印尼他們不驗不驗不 因為他們沒有錢 我明白 所以我們所謂的排行榜 其實有點不準確 我懷疑印尼也可能過百 我同意你說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這裏已經說過 很早期 印度拉了美洲 非洲 我那時候就請責過 未必是因為熱的 絕對不是因為熱 因為印尼很熱 因為現在新加坡也很熱 問題是甚麼呢 我們在這裏已經說過 就是因為那些國家窮 人命賤 第一 他分分鐘 那些人生病 他就不知道 他剩下而已 例如非洲 他那些常識沒有 他剩下就當剩下 發燒就當發燒 死了就死了 他或者肺炎 我稍後就這樣說 我覺得不準確 不要說非洲是甚麼 是不在城市裡面住的人 真的不知道 這個又更加是 不要說非洲就不懂 OK 不是 事實上 相對地 他們的衛生常識是低一點 那你住在阿波斯的人都不會 就算你現在說 譬如印尼 譬如馬來西亞 因為它很多那些所謂 一些鄉郊的地方 鄉郊的地方 所以 如果主要 譬如你現在說 日本和新加坡 就算是鄉郊的人 他也是他的衛生常識高的 新加坡就是沒有鄉郊 可以這樣說 他們的警察 即是政府衛生組 他們立刻會留意 這個人 發燒忽然有沒有接觸過中國人 有沒有去過中國 立刻會問這些 不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反而 那數字 新加坡和日本 絕對 我相信 就算現在香港 我相信 因為香港還沒有隱瞞到 政府想隱瞞 但是醫生護士會爆出來 當然 我們的媒體 香港政府爭奏我們 這麼重要 爭你而已 一定會踢爆他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想在香港的透明度 一定會高 還有很多人會千方百計 將特區政府的垃圾 的稀行 布置於荒野 當然 香港還有機會 讓你發表這些言論 沒錯 一定會去潤重他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香港是稀的 會繼續會拿到東西下去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這些人 已經進入了社區 而且如果你看回他 說的那些隔離 其實都是用於劉甲壽 勾留到爆 勾留到爆 大家都知道 例如你乘飛機入境 又不夠理你 你自我隔離 其實也沒有 直接強制這些人出來 就會走出去 吃酸辣粉 又雞煲 又七七又星星 那現在 還未去足球隊一起唱卡路基 一起唱過卡路基 如果是就好了 沒錯 我喜歡他們唱歌 我不是想感染任何人 但是那個點是 你現在仍然沒有染雞籠 仍然不清楚 這個病毒裡面 還有一些很確實的 一些幾天的感染 Kick Clark的情況之下 絕對有機會再來 現在你看回 已經有幾個屋苑 是有類似的 太古城 黃埔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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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安什麼 青衣接人的 已經進行了社區 現在最有趣的地方是 黑暗 milj 還有我還要再說一下 加拿大裡面的溫高華 在3月開始 還有最高危的地方 因為其他的直航機 日本包括中國 或香港 至於香港也好,全部都會集中飛去蘭菇河 而到現在還沒有自我申報,還沒有自我旁邊 奇怪的地方是,到目前為止,BC省還沒有爆禍 但我就很想看三月,因為三月其實蘭菇河還沒有暖,還是冷 我相信蘭菇河是下一個在北美洲的爆點 重災區? 重災區,我絕對有理由 那你跟女兒說,有什麼解冊的方法? 千萬不要捐錢回舊武漢 還有… 遠離大陸人 遠離大陸人,這句話算是很重要的 這是另一個鍵點,遠離大陸人 還有可以的情況下,你暫時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相信這疫苗絕對是針對中國人的 為什麼呢?因為是東亞病夫 你體弱,你個人衛生不好,你的起居飲食習慣不好 你就自然會中伏 你看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人還是中國人會中招多 所以中國人經常說,這疫苗絕對白人 為什麼不針對白人? 因為有可能是一種滅絕低端人口的病毒洩漏出來 我有這樣的提法 好,反而我想不針對這麼多這個點 因為我們暫時沒有《金文實證》,只有《Stipulation》 尤易法西斯 尤易法西斯 沒有證據的東西,不知道該怎麼做 反而在香港陸陸續續有很多餐廳 標誌了,此點不歡迎中國人 我想大家講講這件事 我想星期四,左醫師,左膠診療所說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看我的節目的觀眾 那你覺得沒有問題,我就不問你 會不會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第一件事是難以強制 你要拿甚麼證明你自己不是中國人 我有第二本護照 但我也是講國語的 我是台灣人也是講國語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白人報章出來洩憤 多於可以真的執行到的 是一個政治表態 多於可以執行到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大家都知道應該要這樣做 但這樣做法是很不想聰明的做法 因為你會有被人入了位 你都知道現在官智兩個口 他歧視你就可以 他說今屆的香港大學生 他不招聘就行 但我們不招呼大學人就不想得 這是很簡單的事 你只要說 我這個店只有英文餐牌 又或者我這個店只有廣東話服務 這個店沒有酸辣魚吃的 沒有酸辣魚吃的 這個就是我們不歡迎收人民幣的 其實有這些東西在那裡 你趕緊走就要走 那你不用這麼吻狼狗 我同意你的說法就是 法洩大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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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黃絲帶的 是不是法洩大於一切 我不敢說 我又不敢說 不過其實就不是 絕對不是歧視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說總族歧視 總族歧視 你是不是當香港人和大陸人 是不同種族 那當然當 他不能夠負擔 他不能負擔 他不能負擔 所以為什麼他這個… 我明白 但我也覺得無法制裁 不歡迎中國人也無法制裁 他自己的餐廳做不到 你可以這麼說的 問題是什麼呢 所以我經常都說 大家詳細的情形 就是星期四晚九點半 過兩天看我的節目 左膠診斷 我會詳細解釋 簡單解釋就是什麼呢 就不理會否反應到 就是我們之前 你好像跟金毛有一個 就是說這個問題 就是說 喂 我現在不讓你大陸的飛機 來我這裡 那你可以說 喂 那可能有別的飛機 在別的地方飛來 都會感染到的嘛 那當然啦 但是問題是 我減少了很大機會嘛 我沒有問題啊 是不是 那這個也都是 其實就是牽涉到種族的問題 絕對是 我現在全亞洲 我都不什麼是中國 為什麼是中國 其實就是中國人 當然你可以說 喂 那我中國有些是 非洲人 白人 喂 那哪個世界沒有 哪個國家沒有 每個國家都有的 那個國家撤僑了 就是其實就是中國 不過不講到明白 如果你說得對 Steven 嚴格來說是執行不了的 嚴格來說是 但是我是中國人 我看到我生氣 我不進來嘛 那這個就是表態是發洩 不是不是不是 都不是只是發洩的 其實真的 可以這樣做的 其實一個自由社會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是可以的 就是我作為一個客戶 我來到這裏 我看你只是嘴水煮雨 我不光顧你 其實是歧視的 你可以嚴格來說 雲吞麵也不會煮 是不是 好了 那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餐廳吃什麼 怎麼去歧視 不是 你先聽我解釋 Steven 問題就是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 你什麼都可以說是歧視 什麼都可以說不是歧視 我這家店 我決定只賣雲吞麵 不賣米粉 或者不賣水煮魚 其實是一種取態來的 其實是間接的一個 你可以說其實是一個歧視的 我現在這家店 只是招呼 non-smokers only 是不是歧視 或者smokers only 是一樣的 即是說 我可以 你說得對 我可以不是smokers 我可以去那家公司 我這樣說 如果你說我只是招呼 non-smokers 又或者我只是招呼 pet lover 我或者我只是 serve spaghetti和pizza 那你只不過你說我只是 各位老朋友 世界上的錢 我賺不了那麼多 我只是賺一群人的錢 如果你覺得來光顧 但你又不介意吃pizza 又或者你不介意旁邊有狗的 那你可以來坐下來 我沒有那麼歡迎 但一路懷視自己會走了 但我不覺得這件事是歧視 你搞錯了 其實嚴格來說是歧視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你聽 因為左駕是可以龍門任搬的 我現在舉個例子給你聽 日本龍門多於左駕 你想一下左駕出來 又是無根無根 不是無根無根 我解釋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是杜草人 左駕就是龍門任他搬 即是你說 喂 DNG DNG說香港人不給拍 大陸人可以拍 是不是歧視 那就是 為什麼大陸熱 你說得對 為什麼一間店舖 當他說香港人不給拍 你當時的平衣會不會去告他 現在那個榮餐廳 現在你告他 那就是左駕 左駕就是什麼 就是龍門任賊去搬 反過來 我先說一句 先說一句 先說一句 首先第一件事 不是左駕歧視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拍照 是香港政府歧視 都不關左駕的事 不關左駕的事 整個機會 做事的意思 是不同的 佐藤 我知道 你先聽我說 就是他們現在 我的意思就是 現在變成左駕那種 那又不可以這樣 就是他們的政治任務 對呀 左駕什麼事 佐藤 你聽我說 聽完啦 還沒說完 你經常說聽完 那我怎麼說 我給你多兩分鐘 我不是說 就是他們的行為 其實就是左駕行為 當然你可以說是政治任務 但其實現在不是政治任務 那是政治任務 不是政治任務 現在是有人說 你說他只是會 告那些 不讓中國人進去 不告另一個 那就是政治任務 他現在沒有告 他當時沒有告 現在又沒有告 他不斷打電話 他只是恐嚇人 那之前沒有恐嚇 D&G也沒有恐嚇 不用恐嚇 那就是政治任務 不是沒有恐嚇 D&G擺明說 你們香港人不給拍 你見不見 那大家知道 那平機會知道嗎 平機會當然知道 他不能做事 那就是政治任務 很明顯 那這個是平機會 自己處事不公的態度 不是代表左駕為歧視 不是代表左駕 你先聽我說 我先說 我現在不是說平機會是左駕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 你剛才是 你先聽我說 你別說 我剛才是 我上次罵金毛 我真的不是說 他站在金毛那邊 是沒有說過 我意思就是 每個人 任何東西 他龍門任何搬的人 其實就是左駕 左駕的基本就是這件事 就是說 他喜歡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你剛才說過的問題 smoker non-smoker的問題 是不是歧視 如果你是左駕 他可以說是歧視的 你知道嗎 即是說 你現在很簡單 你現在說 你現在怎樣說一個問題 即是說 我現在不讓大陸人來 我現在不讓大陸人來 我這間店裡只是做香港人生意 Chinese unwelcome 是不是歧視 左駕一定說歧視 如果你是嚴格的問我 我都覺得歧視 因為我是真的不歡迎 我說不是歧視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你聽 因為你說Chinese unwelcome 跟你說 Hong Kongers only 是一樣的 是啊 那我Hong Kongers only 是不是歧視 也是歧視 為什麼歧視 那你現在突然不能進去 是啊 是不能進去 我只是做香港人生意 那不如你自己開一個 Membership only 那Membership only 不是歧視 那就是 Membership only 不是 他也說不是 你也說是 Membership only 那就是 Membership only的道理 其實是一樣的 我的點是告訴你 Membership only 不是歧視 正如Mihk Mihk 我是要付錢 才看我的節目 是不是歧視一點 不能給錢的人 你沒有一家會費 不能進去一個級別玩 那就是歧視 是個歧視 好的 歧視 好了 酒店 一定要打胎 穿西裝才可以 又是否歧視 Criteria OK Criteria 那就是 那為什麼香港人 我嘗試 我嘗試 嘗試一刀切 香港人和不香港人 有些是天生的 你改變不了 你打不打胎 你可以改變的 我可以取消 香港人你改變不了 你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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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樣說 不是不是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 OK 你聽我說 Steven 你聽我說完 你是不是smoker 可不可以改變了 其實可以 可以 你可以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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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香港人 我現在 你這間店鋪 我現在入籍中國 屌你了 好嗎 就一模一樣 你們心目中 其實左嘉誠 經常在說的歧視 其實不是歧視 表面看起來 好像是歧視 其實不是歧視 為什麼呢 只要那個店鋪 它有自主的能力 不是政府下令的 所有的店鋪 所有的人 其實是應該在一個自由市場 應該選擇 他的客人 和他的 光顧店鋪的權利 你說馬會這樣做就不行了 馬會他只是一間 如果他去 那印度會是不是歧視 沒錯 你說得對 印度會是Memers是歧視的 沒有 你說就說完 你可以加入 可以加入 可以加入 你說你是印度人 你是穆斯林 不是 印度會不一定要印度人 你可以這樣說 勉強 你可以這樣說 等於我 我只是這樣說 喂 Steven 你上個禮拜和金屋爭 那件事 你現在說 喂 我不讓北韓 不 cross border 不讓所有的中國人來 那是不是 這個種族歧視 你可以說不是 其實是 是不是 喂 九成九是中國人來的 你當然不是中國人 老實說 我覺得 老實說 我不怪光明冰室 做這件事 當然不怪 因為問題 他是要保護 如果他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 誰是大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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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大部份的中國人 都有這件事 或者大陸人都有這件事 所以我不歡迎 其實他在這個stand裡面 他講得明白 他有他的立場 他有個理性邏輯的 背後 你先聽我說 有個原因在這裏 為何會這樣 好奇 去到很多外國的酒家 或者一些餐廳 咖啡店 其實現在都有這件事 你說如果你真的 在中國大陸來 麻煩你 如果你沒有捕捉 你十四天 我不歡迎你 這件事是發生的 但我不覺得 這件事 是有任何的 discriminative 的成份 但那些 discriminative 的成份 現在是政府搞出來的 我同意你的說法 因為他當作那件事 是一個政治任務 去吵架你 我很快的回應 即是理性一點 很快的回應了 意思 我 broadly speaking 絕對同意 每一間公司 有它選擇 接受哪個客戶的權利 亦都同意 每一個消費者 有它的權利 去任何不同的餐廳 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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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講一件事 一定要講的 如果那個城市 那個地方 是不斷不歡迎 某些人進去的話 我會搬走 離開那個城市 這也是我的決定 所以西方社會 你在倫敦 是不會見到這些 因為他知道 所謂的大愛包養 左膠什麼都好 這些稻草人 這些人不存在 只是他這樣想出來 先說一下 如果他這樣做生意的話 他就會得罪了很多人 令到他沒有生意 這個都是市場的選擇 因為我回應另一點 記不記得早前 有個全家屬 按鈎中國人 在澳洲 他的咖啡店 我不記得他有什麼 他是說了一個 discriminative 然後全世界 在他城市裡面的澳洲人 就不去幫忙 然後他去去 玩了 我回應多一點 因為我都在multicultural的地方回來 你 如果一些business commodity 你設定這些 criteria 我不想說這個 就是discriminate 他只不過是classify 或者是segment criteria OK 但是 如果你在一個城市裡面 大家都拿著Canadian Passport 但是 你這輛巴士 你不准坐前面 你們有色人種坐後面 這個就是absolutely 的discrimination 因為你的passport 大家是equal的 沒有分等級 但是在business commodities 或者是commercial sector裡面 你設一些quiteria 我說我sorry 我這個地方 I only serv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我們彈的音 不一定是Jazz 那間東西 死硬的 不一定死硬的 不一定死硬的 可以反過來 可以反過來 如果他真的有一個market 去承載 那你就吹他不順弱 吹他不順弱 你現在香港黃藍鋪 就是這樣的 一定是 就是這樣 Steven說得對的 問題在於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大家看我節目的人 就會知道 這是終極的事實 其實歧視是要付出代價的 無論人或公司 很少人會知道 這個經濟學裡面 很深層的陷阱 Garry Becker寫了很多篇文 Garry Becker寫了很多篇文 Garry Becker說的 但很少人理解這個問題 那些左家常常在說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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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連這些這麼簡單的說 就是說 我歧視可以付出代價 30分鐘 即是說很簡單 他當然是想過 作為一個老闆 或者反過來作為一個顧客 他當然是有原因的 他要歧視人 或者我要避 就是歧視 所以這個 總之政府不需要插手 私人企業 現在香港不除了 除了光榮還有另一間 有間村菜館 好像村菜館也是這樣 不要緊的 好像我老家做了一個經驗 Richmond 那些白人都走了 現在那些 中國人中世去住 當在三月之後 武漢肺炎大爆發的時候 Richmond就死了立獄 那個時候 Richmond成新武漢 新武漢 武漢即Richmond 烈志民即武漢 可以成為Sister City 沒有啦 Sister City 立刻出現了 那時候 就沒有那些鬼佬死了 死了死了中國人 沒有什麼意思 跟那個邏輯而已 Overrun了一分鐘 好 回來 休息一下 待會兒